什麼叫Post,什麼叫GETS 其實GETS的話,前面我有特別稍微講一下 所謂的GETS,你會發現 當我點選第一頁的時候 你會發現上面這邊會出現參數 這邊參數的名稱就是什麼? 問號 參數名稱叫 INDEX PAGE 然後參數傳給他1 所以意思是說我要第一頁 AND的話就是第二個參數 order by the new,所以他要兩個參數 傳兩個值給他 那你會發現呢 如果當我傳遞的參數是擺在 大家都可以看到的位置的話 那這種抓取資料的方式就是GETS GETS的話就隨便啦,你看到沒關係啦 為什麼這個資料給你看到也不影響 因為這裡面沒有隱私的問題 那什麼資料不能放在GETS 當然很簡單,如果你輸入帳號密碼的時候 你會發現帳號密碼如果放在這邊 你居然可以看到你的帳號密碼 居然在上方可以看到的網址 那一定是很有問題的嘛 對不對 所以顯然你假設說那個資料是不想讓別人看到參數 還有傳什麼參數的值的話 那理論上就不能用所謂的GETS 所以特別是以後如果人家問你說 網頁傳遞參數的兩種方法 請問有哪兩種 那你就可以很專業的回答說兩種 一種叫GETS 這個叫GETS 一種的話叫POST POST的話呢 就是看不到的 那哪一種看不到 就是今天我們看到,你會發現 我們不是送出查詢對不對 我把這兩個值傳進去了 按下送出查詢的時候 理論上上面應該會出現個問號 然後它的STAR DATE AND END DATE 把這兩個值丟過去 理論上應該是這樣 但是你按下送出查詢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它會檢查 我把它改一下 改小一點 我改20.2好了 OK 這個是 六個月的 按送出查詢 那理論上呢 應該上方應該會出現 有沒有 它會再轉圈圈嘛 那它這個時候呢 就跟那個SERVER的主機 跟它溝通 欸 請你給我 這六個月的資料喔 然後它就 OK好 沒問題 它收到的訊息了 然後呢 它也會幫你把它傳回來給你 傳回來給你 就是1到 這個六月的資料 有沒有 因為可能大家都在 大家都在那個 查詢 所以會比較慢一點點 那這個時候它就聽懂了啦 也把資料傳回來給你 奇怪 可能是不是因為我們這邊 太多的查詢 它把它那個擋掉 我把它按送 OK了 那底下應該就是 2022年的1月 到6月啦 這個剛剛看過 那資料已經有了之後的話 那可是你會發現有個問題耶 欸 奇怪 我剛剛不是把這兩個參數的值 丟給主期嗎 丟給它喔 可是問題啦 後面為什麼沒有一個問號 然後把參數放這裡 欸 因為喔 它用的就是所謂的Post啦 Post就是說喔 它不想讓你知道 它怎麼傳遞參數的 因為如果你知道的話 那可能你就是用程式就可以 不一定程式啦 直接修改 馬上知道 它不想你這樣做 它希望呢 你是透過什麼 就是不公開的方式傳遞參數 那可是問題你說 老師那不公開 那我怎麼去抓到這個參數喔 其實跟各位講 當然喔 所謂的道高於齒磨高於上 雖然說它不給你看到 但是其實你還是有辦法看到 OK 那怎麼樣 這個就有點比較進階啦 所以將來如果假設你遇到這種狀況的話 其實你可以怎麼做呢 一還是一樣喔 按右鍵 這邊有個所謂的檢查 所以這個檢查還蠻厲害的 那這個檢查的話呢 當然你在任何地方啦 在這個上方好了 按右鍵檢查一下 第一步喔 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喔 在這個送出檢查的時候 我們不是要看標籤 我們是要看它這邊有個叫NAS 這個就是 它這個模式叫做開發模式啦 就是給那個 寫程式的開發人員看的一個環境 所以如果假設你可以 常常使用它的話 那表示喔 你已經進階到開發人員啦 OK 那當然我蠻強烈的歉意啦 你當然不要只是說 永遠只是做一個使用者啦 你就最好能夠提升起來 變得你慢慢也懂得 如果去開發 如果去設計 如何去做出一個 除了自己用之外喔 也可以幫助別人的一個程式啦 OK 不一定是程式啦 一個功能也OK 那其中的話呢 我要怎麼知道說 到底它用Poster Poster其實有點打包 我把它包起來 放在一個信封袋子裡面 我不給你看到 有沒有 那如果Gate的話 就是像明信片嘛 明信片打 你要看沒關係 反正這個沒什麼秘密可言 OK 好 可是我可以把它偷偷拆開來 我要知道裡面到底寫了什麼參數 名稱是什麼 詞是什麼 那我可以透過什麼呢 按右鍵檢查之後呢 找到這個叫Network Network Network的話其實就是 它會 顧名思義嘛 網路的一些狀況 幫你在這邊顯示 所以只要這個網頁有什麼動作的話 它裡面都會記錄喔 它有點像是 什麼 叫做紀錄器吧 紀錄你所有行為的一個相關的東西 那我要怎麼知道到底它傳什麼 那沒關係 我偷偷在裡面看一下紀錄就知道 那在看紀錄之前 一先切到Network 二的話呢 請你把這裡面先清除 清除的話就是第二個按鈕 叫Clear 有一個圈圈 一個斜線 把它清掉底下的東西 讓底下保持空白 OK 接下來的話呢 我就按一下送出 OK 三的話按一下送出 所以喔 按右鍵檢查 然後Network 先把資料先清空 但不清也沒關係啦 你只要找得到你要找得知道在哪裡的話 再來的話按下送出查詢 也就是說呢 我只要按下送出查詢的時候 那因為我這個Network 等於有點像紀錄器 只要我按下這個動作的時候呢 它會傳參數到主機那邊去 那我就可以偷偷有點像竊聽一樣 我可以從Network偷偷知道 你們到底講了什麼東西 那我就可以知道到底傳什麼東西到主機 OK 所以喔 Network之後的話呢 按下送出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有一堆的變化 表示說呢 你們之間的對話都在這裡記錄了 那其中最關鍵的就是喔 這個地方叫第一個啦 叫 DailyFXRant 其實就是這個程式啦 這個程式的名稱 基本上就跟這個是一樣的 主要是X 它就是主要跟那個主機對話的一個程式 那其中的話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叫Petload 其實它會把資料放在Petload裡面 OK Petload裡面的話呢 你把它點開來 點開在Petload的時候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有兩個參數了 這個是它的參數名稱 叫做query start date 帽號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它的日期 開始時間嘛 然後呢 結束時間就是這個 所以其實我是把這一些 這個兩個參數 把它直接拿到Petload 把帽號改成等號 然後呢 前後記得 因為VBA的規則是如果你要傳文字的話 前後必須要加上那個雙引號 然後我就把這兩個參數呢 直接找到之後呢 把它換到哪裡呢 換到我們剛剛這個程式裡面來 就是查到之後的話 我把它放到這個什麼 Postcast 底下 所以喔 這根本來沒有對不對 那這個怎麼來的 因為我查到剛剛的這些訊息 然後把這兩個 把它複製過來 那複製你可以先複製一個Ctrl C對不對 那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喔 它不是直接貼上就OK喔 你貼上之後喔 首先你必須把什麼 把帽號改成等號 因為VBA裡面的 那個規則是 必須是這樣啦 OK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 你必須在後面加一個end的符號 因為有兩個參數 end的話呢 第二個參數 第二個參數的話就是底下這個 就是我們剛剛查的這一個 下面這一個 所以把這個一樣把它選起來 然後把它複製之後貼過來 貼到哪裡了 貼到程式這邊 那因為我這邊已經寫好了 所以我這邊直接拿來用 然後記得把帽號改成等號就可以了 OK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兩個參數 得到我們要的結果了 我看一下 應該沒問題啦 OK對有沒有 所以其實我只是 改了等號 還有加一個end 其他都沒有動 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直接把它執行一下 所以喔 我這邊是 我要的是2022年的1月1號 到2022年的6月30 好了之後呢 把它執行一下 看一下 這邊有沒有接 沒資料 看一下有沒有錯 如果 query start day 等於這個 啊 這邊好像有個錯誤耶 有沒有看到 為什麼前面這邊沒有個Q Q是不是剛剛複製的時候 沒複製到 這邊少個Q 自拼錯了 query end day 等於這個 有的時候如果假設 貼上去 插一個字母也不對 沒資料 你來這邊貼的時候 也少個Q OK 剛剛是不是 不小心把它拿掉 床跑一下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插一個Q 結果就不一樣 OK 那你會發現這邊 就出現的資料 是不是我們要的 1月 到6月 2022年 對 沒錯 因為1月1號2號好像就沒有開始 然後到6月30 沒錯 所以這個資料呢 顯然就被我抓下來了 OK 好啦 所以請各位 大概知道一下 我怎麼抓到這個資料的方法 所以 1我先按右鍵 我再做一次 按右鍵檢查 2的話Network 3的話呢 看你要不要清楚 如果這連媒資料就不用 按一下送出就可以了 然後呢 找到那個 這個dailyfx 裡面有個pandload 把這兩個訊息 把它放到我們的podcast 其實就OK了 那這一招呢 不是只有 用在那個什麼 這個我們vba cretable 其實以後 像 那個像 那什麼 如果你學那個 這個pison的 爬蟲的話 方法一模一樣 OK 請各位試試看 那待會呢 你想說 老師 我們現在的時間 基本上都固定了 有沒有 這個 哪一天開始 哪一天結束 好像都固定 那可不可以幫我寫一個 是不是可以寫一個方法 讓我們想要查哪一天開始 哪一天結束 我可以讓它輸入 變成有點像互動的 一個表單的話 那怎麼做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這部分 那我們先下課休息 待會再來看 那我們先下課休息 我們先下課休息 我先下課休息 不可以 小禮物 我們先下課休息 我們先下課休息 然後再課休息